6500萬年前 當時可以說是爬蟲類的時代 世界上最大的爬蟲類 恐龍 就是出現在這個時代 他們佔據了6500萬年前 以現在的稱呼方式 我們稱為恐龍最後存活的時代 他的名字稱為白鱷紀 白鱷紀的時期 大約從6500萬年前 到1億4500萬年前 左右的時間 這個時間持續了大概8000萬年之久 大家有沒有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時代被稱為白鱷紀呢 白鱷紀 為什麼會被稱為白鱷 主要的原因就是出現在地層中 我們所存在的地表之下 隨著時代的眼鏡 所有的東西都會出現在地層中 並且被記錄下來 科學家可以利用地層的記錄 看到以往數百萬年前或數千萬年前 甚至上億年前的東西 無論是化石或者是痕跡 都可以推斷當時的狀況 而地質學家發現 白鱷紀這個時代的地層 會有一個非結晶的石灰岩 這個石灰岩呈現是白色的狀況 我們可以看一下背景這張圖 他出現一個白色的中間這個片段 我們又稱為白鱷 所以這個地層的時代 就被稱為白鱷紀 你可以看到後面這張圖 就有很明顯的白色的岩層 這個是有名的白鱷紀的時代 許多的恐龍 就是從這個地層中 所挖出來的 而這個岩層中 所保留下來的化石 也就是白鱷紀的化石 也就是恐龍的最後一個時代 恐龍的生存時間到底有多久呢 以目前的估計 恐龍最多的時期 其實就是很有名的 侏羅紀時代 跟白鱷紀時代 侏羅紀時代 因為電影的關係而走紅 所以恐龍 曾經支配整個陸地生態系 長達一億四千萬年之久 其中包含了天空跟海洋 全部都有恐龍所佔領的世界 那恐龍佔領了一億四千萬年之久 為什麼會突然的消失呢 這個在早期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大的謎團 在許久之前對恐龍的滅絕有許多的假說 例如火山爆發之類的假說 但是最熱門的說法 就是有一顆小行星撞上地球 隨著6500萬年前 一顆巨大的隕石撞擊到地球上 撞擊時產生的物質 噴入大氣層中 造成了地球的當時的寒冷的時代 也使得外溫動物的恐龍 大量的滅絕 並且終結了整個恐龍的時代 當然恐龍不是消失的 還有一些恐龍還殘存的下來 例如鳥類 或是爬蟲類 都以不同的樣貌殘存的下來 像是許多的科學家 覺得鳥類應該就是恐龍的後代之一 在許多出土的畫質中 你可以發現 有些恐龍外表帶有非常漂亮的羽毛 而這種外表帶有羽毛的恐龍呢 其實就像鳥類一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後面這張圖 這是一隻藤式嘉年華龍 它所存在的年份在白二季的早期 大約距今一億兩千萬年前 藤式嘉年華龍的體長大概只有112公分 它的大小大概跟一隻雞可能差不多大 可以算是一種相當迷你的恐龍 不過你可以看科學家的模擬還原圖中 可以看得出來 無論是大小或者是羽毛 藤式嘉年華龍 超級像一隻鳥類一樣 所以有很多的證據可以看得出來 鳥類可以說是恐龍的後代之一 但是如果沒有6500萬年前 那顆隕石的撞擊的話 或許現在應該還是爬蟲類的時代吧 恐龍的世代或許會延伸到現在 其實在6500萬年前 有些科學家覺得 當時的地球已經有一個暖化的現象 當時的海平面大量的上升 加上當時的地球的火山的活動 非常的劇烈 可能已經造成了一些 草食性恐龍的滅絕 並且剛好加上了這個隕石的撞擊 才會造成整個恐龍的滅絕 如果這顆隕石 早個幾百萬年 或者晚個幾百萬年 說不定恐龍還是可以存活下來 不過也是因為恐龍的滅絕 才有現在的人類 否則人類時代會不會出現呢 這還真的很難講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隕石坑到底在哪裡呢 人類是怎麼知道這個隕石坑在哪裡呢 未來會不會有隕石對人類產生滅絕性的影響 科學家又有什麼防治方法呢 當你第一次看到恐龍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的心情呢 我還記得我的想法是說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生物 曾經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明明身材的比例 這麼的誇張 還可以站起來呢 為什麼這些大型的恐龍 可以飛翔在天空中 例如 暴龍他的體型就非常的詭異 手這麼小 腳這麼大 那還可以在大地上行走 這一切的一切 充滿著問號 對於恐龍 如果沒有化石的佐證的話 你真的不會想像出 有這種生物 曾經存活在地球上 像是體型超級大的良龍 這種大小可以到達35公尺以上的恐龍 而且重達10幾噸以上的體重 都讓人難以想像 怎麼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怎麼進食 怎麼活動 OK 除了恐龍之外呢 造成恐龍滅絕的飲食坑 到底在哪裡 恐龍是怎麼消失的 以目前的科學家 最大的推測就是恐龍的滅絕 是因為一顆巨大的隕石撞上地球 而證據呢 其實一直存留在地層中 科學家在地球的表面 發現了一個隕石坑 這個隕石坑的地點 是位於墨西哥 他的中文名字 被稱為 希克蘇魯伯 隕石坑 這個位於 墨西哥的 尤加敦半島的隕石坑 其實在地表上 現在已經是完全看不到的狀況 經過了幾千萬年以後 這個隕石坑 被埋藏在地表之下 而這個隕石坑的名字 主要來自於附近的一個城市 希克蘇魯伯 在最早的時候呢 在1951年的時候 當時的石油公司 在探勘石油的時候 就曾經發現在這裡 有一個特殊的岩城 我們稱為安山岩城 安山岩城呢 這種岩城 不會出現在平常的地方 通常會出現在 火山爆發的地方 或是在隕石撞擊的地方 所以出現了這個岩城 就引起的好奇 為什麼會有這個岩城的出現 在1978年的時代 有一個地質學家 在幫石油公司 探勘石油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隕石坑 他發現了在外海的海床上 有一個長達70公里以上的 環形地形 加上陸地上 總共形成了一個 直性高達180公里的 原狀構造 在這個隕石坑呢 同樣發現這種特殊的 安山岩城的證據 由於岩石的同位數可以得知 這個隕石坑形成的年代 大約在6500萬年前 這個年代跟恐龍滅絕年代 差不多 所以常常被認為 是造成恐龍滅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2010年3月15號的時候 有一個研究小組 正式在國際期刊上 發表了報告 他們證實 6500萬年前 就是因為這個巨大的隕石的撞擊 造成了這個巨大隕石坑 而這個隕石坑呢 正式造成恐龍滅亡的主要原因 這個隕石 到底有多大呢 以目前的估計 這個撞擊地球的小行星 至少超過10公里以上 大小可能跟聖母峰差不多 撞擊了以後完全的蒸發 是一個足以毀滅地球上 所有生物的撞擊 雖然對於撞擊的物質的認定 科學家一直有不同的見解 早期的時候 許多的科學家 認為這個應該是來自於小行星代的小行星 所造成的 不過在今年 有一個期刊 哈勃的天文學家 在一個科學期刊中 發表了一個報告 他們認為這個6500萬年前 撞擊地球的 其實不是小行星 而是一顆彗星 科學家在隕石坑中 發現一個很特殊的物質 這種物質在小行星代中 含量很少 大概只有1%不到 含有這個成分 不過在彗星中 都包含了這個成分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才會推論 造成恐龍主要滅絕的是彗星 而不是小行星 而這種彗星呢 跟小行星 實在是一個危險 又不可測的因素 對於現在的科學家 他有什麼防範的方法呢 人類的科技 其實日新月異 為了避免災難的產生 並且找出可能撞擊地球的小行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在20年以來 科學家已經偵測 將近2萬顆以上的小行星 其中有潛在殺傷力的 至少超過2000顆以上 如果發現小行星 有威脅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避免它撞擊地球呢 還記得以前的科幻電影 曾經出現很多的想像 第一個 拍太空人去炸掉它 或者是拍太空人到上面裝核彈 在現實中 這個可行嗎 其實在現實中 美國太空總署 最近發射了一個太空飛行器 這個飛行器 主要的目的 就是去撞擊一個小行星 它去測試撞了小行星以後 會產生什麼現象 這個計劃的全名 稱為雙小行星改道測試 而撞擊目標 就是一個叫做 尼莫弗斯的小行星 是這個小行星 跟另外一個小行星 是一個雙小行星系統 這兩個小行星互相旋轉 並且一起繞著太陽旋轉 而美國太空總署的目標 就是稍微改變這個小行星的軌道 利用撞擊 看有什麼任何的改變 他們選擇的目標的小行星 大概是直徑160公尺的小行星 這種大小小行星 如果撞上地球 幾乎可以毀掉一個城鎮或一個城市 所以NASA的選擇上 就選擇了大小大概大概160公尺的小行星 來做實驗 在2021年11月23的時候 這個撞擊的太空船正式升空 前往撞擊這個小行星 整個行程 預計在2022年的秋季 會達成 我們有機會可以看到撞擊小行星的畫面 到時候這個太空船跟小行星 會距離地球大概有1100萬公里之遠 這個距離非常非常的遠 你知道 地球到月球的距離大約有多遠嗎 大約38萬公里 這個距離大概是 地球到月球的距離的28倍左右 無論發生任何結果 都不會影響到地球上的我們 這個實驗就是想要知道 未來如果有一天 有一個星體 無論是彗星或是小行星 對地球產生威脅的時候 我們能用什麼手段去處理呢 而選擇這個大小的小行星 也是有目的性的 如果一個小行星 它的直徑大於460英尺 也就是大小大於140公尺以上 這種等級的小行星 撞上地球大約就等於數倍核彈的等級 一旦撞上了地球 很有可能將整個城市 整個村莊 移為平地 所以美國太空重組 選擇的目標 就採用這個標準 測試 如果這種小行星 對人類有威脅的話 有一天假設我們觀察到 超過140公尺以上的小行星 我們可以派太空船 如何因應這個現況 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宇宙中 雖然非常的空曠 但是其實也比我們想像中的危險 目前人類已經知道有10000個以上 超過140公尺的小行星 雖然這些小行星 都對人類沒有影響 但是也有可能有更多的小行星 我們還沒有發現 最近有一部精彩的電影 在串流平台上 Don't Look Up 它的前面的設定 就是以這個為主題 一個足以毀滅地球的彗星 準備撞上地球 雖然這個電影的主題 不是在講彗星撞地球 它的主題主要談的是政治 人類的錯亂 社會的氛圍 跟充滿了很多的諷刺 但是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一顆彗星 或一顆小行星威脅到地球 我們要怎麼辦呢 這就有待科學家進一步的思考 跟進一步的行動了 對了 有機會去找這部電影來看 我非常推薦這部電影 非常的好看 內容非常的諷刺 也非常的寫實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如果想要看任何的議題 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看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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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